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班底。 作者是湘江宇,该书由明镜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班底一书章节,步入团派的部分内容。 3.步入团派 1982年1月,被称为黄浦一期的北大法律系77级毕业了,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 毕业前夕,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 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 但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世江看重李克强的领导才能及神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 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 最终,李克强选择了留校。 这一消息震荡北大校园,议论四起。 评论人士指出,当时李克强在北大引起的轰动效应,给他的未来仕途,尤其是在团中央,打下很坚实的基础。 放弃留学选留校,挖到从政第一桶金。 应该说,李克强政治仕途的第一桶金,就是在北大挖到的。 他毕业前所做出的放弃留学选择留校的决定,已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这一点,中国青年1983年第三期所发表的长文,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们一起来看看,团报当初是如何高调宣传李克强的事迹的。 进入80年代的第一个金秋时节,北大校园里的英届毕业生即将踏入社会实践的大课堂,接受人民的检验。 从法律系传出一个颇有震动力的喜讯,选拔一批学生赴美留学。 这无疑是高材生一次最有实际意义的实力测定,也确实是关系一生前途,命运的关键。 此时,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在一个德才出众的学生身上聚合。 他就是李克强。 1980年在校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李克强写的《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有关人士对他的评价是,他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系里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 在1981至1982年间,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关于法也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和学术译文,南斯拉夫的合资经营企业。 这个在学业上早已受到老师赏识和同学称赞的尖子,还具有引人注目的领导,组织才能因而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校学生、会常代会会长。 世界是一面镜子,他照出每个人的形象,萨克雷语。 在人们心目中,他出国留学在情理之中。 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考试。 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 有位了解他潜力的老师鼓励他。 你到美国后,可以直接供博士学位。 突然,移的信息在人们脸上引起了急剧的神情变化,有惋惜,而诧异,而惊愕。 随后,是说法各异的一轮。 克强,你可亏了。 留学便留校,当个团干部。 这是知己们的掏心话,机会难得。 事关终身啊。 器重他的老师这样提示,团委太需要,你这样的人了。 不少学生这么说。 校党委领导同志先后找李克强谈了十来次,感情是那样深深,期望又是那样殷切。 适合,拥有近万名共青团员的北大,急需一个强有力的,能打开局面的团委班子。 李克强早在党委的物色之中了。 怎么办? 他开始食而无味了。 的确,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历来是审慎的,况且,这是非同小可的抉择啊。 李克强躺在床上,彻夜难眠。 思绪沿着自己的足迹滑动,小学到高中那些不可思议的年月里,他有幸从邻居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那里读了《史记》、《汉书》、《资质通鉴》、《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等,成了老先生眼中酷爱文史的小才子。 后来他插队到穷得出名的安徽省凤阳县,由于水土不服,全身皮肤溃烂。 同伙伴们一样,他终于闯过来。 他带着不解之谜,离开了曾捕育过自己的土地,考进了北京大学。 他在拼命吸吮之势的汝浆中,时时时眼望见祖国母亲那日渐丰润的面容。 他振奋,他欣慰,辨认着这一串脚印后,他得出各结论,要尽社会责任。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要起飞了。 通关激荡的百年史,一个国家要起飞时,人们要同心协力,承担社会责任。 虽然团报的这些宣传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但从自理行间仍不难看出,一个北大高材生放弃留学,还选择留校所引发的轰动效应。 为此,有知情人士指出,当时李克强在北大引起的轰动效应,给他的未来仕途,尤其是在团中央,打下很坚实的基础。 欢送五位同窗好友出国留学那天,李克强有说有笑,那喜心境仿佛要立即飞上蓝天的,倒是他。 回笑后,有个同伴憋不住了,说,你这么坦然地看待人生,我可做不到这一点。 但李克强之事笑笑,创建北大团校,声名确起。 担任团委书记后,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 这是团报对李克强的高度评价。 不过,上任之初,北大共青团出现干部数量匮乏,业务素质差,基层组织不健全等问题。 李克强认为,要设法挽回十年浩劫的损失,全面提升共青团事业。 他决心加强团组织的队伍建设,为各级团组织培养骨干,为共青团事业培养人才。 于是,他着手创建北大团校。 1982年,李克强北大团校的开学典礼上表示,开办团校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较高理论修养和工作能力的共青团干部。 很快,北大团校成为学生心目中响当当的政治代表队。 最吸引大学生的,是团校每项活动都与学生的实际密切相连。 学生们说,在团校不仅学习了理论,锻炼了能力,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不同时期遇到的各类认识问题。 其实,做学生工作,对李克强来说,可谓轻车熟路。 李克强的七个引路人,一文说,在跨学科小组讨论中,李克强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 在校学习时,李克强热心于社会活动,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 常代会有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讳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 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据报道,北大首届文艺周盛况空前,九天内演出了七台105个文艺节目。 全校二一个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工登台达700人次。 一千多人参加了创作和组织工作。 自编自演的话剧《雷雨》《第三幕》、舞蹈《海涛》、合唱《中华民族永不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别进行了录像、录音。 中国青年的长篇撰文还特别提到了北大首次演讲比赛。 不仅被那新颖的选题和雄辩的论证所吸引,也从那精湛的演讲艺术中获得精神享受。 听,把荣誉分一半给他,时间的价值及其实现,和这一代能产生第一流经济学家吗? 这一串题目已经可以窥见,他们不再紧紧咀嚼着个人的苦闷。 那胸怀、那气势、那神态,竟使人联想起影片中烈宁讲演时的风度。 文章接着写道,随着振振掌声,50多岁的党委副书记马世江频频点头。 他兴奋地说,李克强他们这个团委班子不错,从学生干部中选拔团干部,是成功的办法,有利于迅速轰开新局面。 经济系团总支书记请李克强去讲团课。 好! 讲,从东西方文化发展,比较看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怎么样? 行! 李克强莫拿讲稿,整整讲两小时,他还从怎么看待东方文明,讲到魏师摩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个学法律的团委书记,居然对东西方文化有如此深度的研究。 当时,北大学生宿舍区的广告栏里,几乎每天都有两、三张最新的海报。 仅1982年10月至11月,团委与学生会就搞了24场讲座。 题目有,义务、良心、责任,什么叫社会学? 系统工程和大学生的学习,三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存在主义的伦理思想,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战后共运代官,东欧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认识。 局外人很难想象,与李克强共谋共青团大业的团委专职干部仅有9人,其中有3位同志即将毕业,这仅是同等水平高校的三分之一。 于是,他们建立起了一个业余团干部网。 整个团委系统,不算团总支,团支部,这个练型的组织机构,仅一个团委宣传部,拥有200多个学生兼职干部,下设简报组,调查组,新闻社,记者组,编辑组,宣传部长立下军令状,本人干不好辞职,记者试用期三个月,不称职地换掉。 新闻社每星期上60至80份专题节目稿,团委各部下属机构,家之所领导的学术社团是6、700人的队伍。 这种组织形式,他们称之为环形结构。 练形与环形的有机结合,使得北大团委同学生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也成了庞大的信息中心。 团派老将,幕后恩人。 如果说,被官方媒体称为国学大师的李承和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在做人和学业上是李克强的两个恩师。 纳摩最初,把李克强带入共青团事业的领路人,则是时任北京党委副书记,团派老将马石江。 马石江,山东黄县人。 官方简介显示,马石江1938年7月参加革命,193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蓬莱县委秘书、北海地委亲委宣传科科长、蓬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蓬莱县区魏阳山委员会工作队队长兼书记、交东区青年抗日联合会组织部部长、 西海地委新河区党委屠改工作队队长、区党委行署之前通讯社总编辑,1948年7月任青年团中央团校研究室副主任。 中共建政后,马石江历任中央团校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副教育长、副校长、共青团中央常委。 1972年后任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党委书记、副委会主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2001年1月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6岁。 从1948年到1972年,马石江一直在团中央工作,从5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马石江与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关系十分密切。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马石江在接任北大党委副书记期间,由于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他在培养共青团事业的后备力量上花了不少心血。 前文已提到,为了让李克强留校,马石江先后十多次找李谈话,在张伟毕业时,也曾劝他留校担任团委书记。 此外,善于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马石江,在70年代末的北大学生中也有较好的口碑。 著名作家陈建功对当时的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的评价是很开明。 1977年,陈建功进入北大中文系。 这一年,他28岁。 同班有很多热爱文艺的青年,他们很快结为好友。 其中包括后来的文学批评家黄子平,编剧梁佐,作家黄贝佳,扎剑英,和最早报道洪高亮,海外得奖消息的记者李同等等。 他们决定,在校园内办一本文学刊物,起名《早晨》。 这是一本游映刊物,既往各地,与一些高校的文学刊物交换,也投到许多杂志去。 那时,许多杂志刚刚复刊或新创建,都缺好稿子。 因此很重视这些投稿。 陈建功说,他还记得,黄子平把《早晨》给刚创刊的《花城》。 《花城》看到刊物后,居然派了两个编辑,专门来北大选稿子。 这时,武汉大学的彰化找到陈建功,说想联合北大办一本刊物。 在彰化的策动下,他们又联合了北师大、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等十来所高校。 陈建功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彰化的父亲是北大的一名中层干部。 那时,宿舍里常有外地来的同学,都是因半看来的。 然而,杂志硬到一半就出事了。 陈建功说,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国家对出版有什么规定, 好像刚刚拨乱反正,各方面都很活跃,也很混乱。 因此,各地对类似的情况,也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杂志寄到北京,大家很兴奋,却不知道武汉那边已经出事了。 张化来信说,当地禁止出版印制这本杂志, 他们只好抢救出一部分莫来得及印封面的杂志,寄往全国。 陈建功说,他想武汉那边出事了,北大也难说。 于是叫大家把杂志分散藏到各自宿舍的床底下。 万一被查抄,尽量避免损失,好像订户交代。 尽管缺少了封面,杂志还是很快就脱销了。 陈建功回忆说,不久,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马石江找到宿舍,和我们谈话。 他十分客气,用言谨慎,看得出他不愿挫伤我们的积极性。 他首先肯定我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提醒我们,联合全国学生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容易引起混乱。 马石江主要用引导的方式对待这件事,相比我后来所知一些大学的情况,要开明许多。 后来,这一代的主要成员后来都融入了比较主流的文艺思潮,如陈建功、黄子平、黄贝佳、梁左等等。 在写作上或者说文艺思想上,基本遵循的是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道路。 陈建功说,这也许是经历和背景的原因,我们大多是具有插队。 下乡,做工背景的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 北大中文系还出了一位被称为北大才女的张曼玲。 1978年,当了五年之亲后,张曼玲考上北京大学。 她在《魏明湖》上发表诗作,署名男蛮子,颇有傲视妇人之气概。 大二时,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炮打响,引起文坛广泛关注,后改编成电影《青春记》。 响于海内外。 她穿着笨重的棉衣,活跃在新年晚会上,溜冰场上,以及那些刚开进的周末舞会上。 1979年,她更因参加北大的竞选,而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 在张曼玲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也谈到了时任北大党委书记马石江。 在北大学生庆祝中国男排获胜的当夜,当时校党委韩天时, 马石江就一再叮嘱,任何事情在校园内解决,绝不能把同学带到校外去,引起社会混乱。 压力已经够大了。 张曼玲说,第二天一早,党办就有人来叫我,立刻去。 我踏进办公楼二楼,迎面就见到韩天时,马石江和他们身边的干部们都是满面笑容,一扫愁颜。 韩天时握着我的手说,太好了! 学生不爱国,是教育的最大失败。 我们北大学生是爱国的。 马石江说,我们北大有自己的口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那时,清华也有一个口号是,从我做起。 张曼玲回忆说,马石江高兴地几乎要拥抱我。 我本来想解释一下,自己违反约定又出现在群众场面中的事。 马石江说,你干得很好。 我们都知道了。 他还说,我和老韩昨晚也在这里,担心啊。 又不能出面去管,后来团委的同志来汇报。 听到这个口号,我们都激动极了。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正是在马石江的说服下,李克强在毕业时选择了留在北大。 刘孝担任北大团委书记后,李克强仍然失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 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 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 并在龚祥瑞指导下,与杨柏奎、刘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 该译著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 李克强是第一译者。 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 一天,李克强欲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 与国学大师纪献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纪先生请教。 纪献林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 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纪先生没有住在饭店, 次日纪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多种含义解释得十分详尽。 我不敢想象纪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纪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 也许,纪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 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多年之后,李克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 在他看来,马诗将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 而纪献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未学与处世。 为此,马,石江,纪,献林,两师同样让自己终身难忘。 纪献林,1911年8月6日至2009年7月11日, 自西部,又自其壮,生于山东省林青市,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泛文,巴黎文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辅仁大学教授,纪献林通晓范语,巴黎语,图火罗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 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图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戈德,塞万提斯等西洋文学名家, 一年赴德国戈亭根大学,学习梵文,巴黎文,图火罗文, 结识留学生张用,田德旺等,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与研系任教授。 文革初期,曾参加一造反派组织,继而遭受迫害。 1973年,开始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纳》,1977年,完成全译本。 80年代后期以来,纪献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 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 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纪献林被奉为国学大师、学界态斗、国宝。 纪献林曾被授予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 颁奖词中称,智者乐,忍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一介不一,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学问筑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绘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纪献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应。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纪献林因病于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新华社的消息说,纪献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议问和哀悼。 7月19日,纪献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新华社评价称,他学贯中西,会通古经,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诸多领域,建树卓著,堪称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在团中央崛起的内幕。 据王军涛披露,求学时的李克强保持北大学子的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议题发表尖锐意见,由此招致其他领域的团干部的广泛不满。 在同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选举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居然落选。 但那时的李克强似乎并不介意这些患途得失。 由于中组部副部长王兆华的典江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并且被选入团中央常委。 有关身为北大团委书记的李克强,在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落选仪式,王军涛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更多的详情。 王军涛说,他于1982年10月毕业,李克强同年毕业留校当团委书记,1983年进入团中央书记处级,一直到1993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王军涛指当过团中央候补委员,团的十大主席团成员。 王军涛强调,李克强在团中央崛起,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王兆华。 王军涛说,王兆华是胡耀邦的团派老部下,曾任团中央书记。 文革后,胡上台,王兆华任中组部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负责青年干部的培养工作,我在团中央认识他。 有一天我问他,卫视魔团中央领导没有落实胡耀邦的指示,选拔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说,条件不够,没有合格的人。 问我的意见,我说可以推荐三个人,张伟、杨立川、李克强。 那时正要开团的十一大,李克强因发言欠佳,连大会代表也默选上。 王兆华说,北大团委书记还不是代表,可以列席,也可以当中央书记。 这样,李克强进了团中央。 王军涛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八十年代封了民主墙之后几年,社会太平,很审闷。 很多同学偏重业务,想出国留学。 但李克强接受组织安排,选择了从政之路。 王兆华的大手笔,是1984年,在中组部选拔了一千人,进入副省级副部级。 这是胡耀邦的接班人计划。 这批人成了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的骨干力量。 据王军涛指出,胡锦涛十一大使进入团中央,也都是王兆华他们的安排。 他们也提了一大批四五运动,1976年的优秀骨干。 王军涛说,我1985年去武汉办学。 王兆华为我写的介绍信,评价很高。 他是胡耀邦的亲信。 1921年出生的王兆华,山东肥成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青年部干事,中共以水县为青年部部长。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青年干部学校科长,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宣传部部长。 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副主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队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共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研究院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党委书记监院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副部长。 因为王兆华的名字,还曾引出了毛泽东的一段佳话。 毛泽东在接见王兆华,问到他的名字时,风趣地笑着说,你叫王兆华呀,你光照耀中华不行,你应当照到世界去。 文化大革命中,团中央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单位之一。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唆使,煽动下,团中央负责人三胡二王受到残酷的批斗。 王兆华说,所谓三胡就是胡耀邦,胡克什和胡启力,二王就是王伟和我。 1967年,王兆华被下放到河南省五七干校劳动。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共青团中央。 王兆华把新一届团中央领导班子扶上马之后,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青年工作,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之后又任副部长。 当时,正赶上平反冤假错案,他忠实地执行中央的决策,为拨乱反正,落实老干部政策,为知识分子证明,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 官方媒体称,在此期间,王兆华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 王兆华前前后后做共青团工作将近四十年。 官方媒体评论称,他作为广大团圆和青年真诚的朋友,以自己充沛的激情,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无私的人品节操,感染引导着广大青年,为团结、教育,培养新中国一代青年,倾注了满腔心血。 评论人士称,王兆华政治生涯中最得意之作,就是提拨和重用了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李克强。 2009年12月7日,王兆华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新华社的消息说,王兆华病重期间及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疑和哀悼。 我们不知道,已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王兆华病重期间探望时都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可以想象,面对当初的恩师,一样的领路人,李克强肯定感慨万千,退一万步讲。 如果没有王兆华的,典将干预,那么,李克强的仕途之路,能如此通畅模? 岳父也是老团派。 李克强受到中央青睐的最初原因,王兆华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李克强是如何进入王的视野的呢? 据杨清熙、夏飞所著《十八大》中央征缴一书中关于李克强的专章披露,王兆华之所以注意到李克强,一个迄今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是,听了老战友、老部下程精锐的推荐。 这位程精锐,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强的岳父,时任中国三西地区办公室主任,与王兆华早在文革前,同在共青团工作时,就十分熟识。 那时,程精锐是河南团省委副书记、省青莲主席,而王兆华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莲副主席。 在女儿程红与李克强经人介绍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程精锐出面向王兆华推荐自己的女婿李克强,为礼不入政坛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程精锐是从山东老解放区抽调到河南任职的。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在青年团内担任重要职务。 1952年,在河南郑州市第二次团代会,1953年,在第三次团代会上,他都当选为团市委书记。 1957年5月,在中国新名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青年团后来改名为共青团。 这次大会也相应改为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以胡耀邦为第一书记的领导机构中,程精锐名列6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第三十三位,还排在胡启立、万绍芬,后来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阮明、李淑珍,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人之前。 1959年12月,在河南省第四次团代会上,程精锐当选为团省委副书记,第二年,他当选为河南省青年主席,1962年,他当选连任省青年主席。 1963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在河南省第五次团代会上,程精锐再次当选为团省委副书记,升为排名第一的副书记。 这是,他在共青团岗位上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后来仕途就长期持出不前了。 文革中,他是河南省之清办的负责人。 文革过后,1982年,国务院成立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机构,1983年中央设立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程精锐担任中国三西地区办公室主任。 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扶贫,而且是辅助中国最贫困地区脱贫。 所谓三西地区是指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甘旱地区素以甘旱、缺水、贫穷、落后、苦及甲于天下而著称。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程精锐任扶贫办顾问。 前面说过,李克强之所以到团中央任职并升迁,在共青团内有相当人脉关系的岳父起了作用。 当他看见女婿李克强,1983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5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清联副主席,1993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这位老团干,想必有青出于蓝的感慨艳线吧。 2003年,新华社曾经发出一篇报道,扶贫状元春节到百色访评问苦,其中也提到李克强的岳父岳母。 这篇文章说,今年正月初四至初七,全国扶贫状元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之又率广州市卫问团来到广西百色贫困山村。 这是1996年以来,他第39次来到百色,也是连续七年在大年正月别离亲友来到百色访评问苦。 四天时间行程1700多公里。 跟随陈开之一行的,除了广州市官员,企业家,国务院扶贫办顾问程金瑞,全国扶贫状元评委会办公室主任刘一青,也随陈开之到百色扶贫。 当他们来到田东县临峰镇龙国屯,有个村民说,村里有三个国,他们立即起身去看,得知三个孩子最大的谢苗望只有十二岁,最小的弟弟七岁。 谢苗望六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随之改嫁,他们住在堂叔家里,生活靠村里人接近。 程金瑞、刘一青当即决定资助三个孩子读书,一位房地产商当场给村里捐款五万元。